各位观众朋友,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话题,那就是,为什么有些父母在晚年不得儿女的孝顺? 在很多家庭中,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,似乎亲子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张,矛盾和隔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。 甚至,有的父母晚年生活孤苦伶仃,儿女不愿意回家看望。 大家不禁要问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我们不是提倡尊老爱幼吗? 儿女不孝顺,难道不是违背了传统道德吗? 其实啊,这个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。 孟子曾经说过,老无老,以及人之老,又无幼,以及人之幼。 意思是说,不仅要尊重爱护自己的父母,还要尊重爱护他人的父母,这个思想确实是非常高尚的。 然而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常见到,一些父母并没有得到儿女的孝顺。 我们今天就要讨论的是,为什么有些父母在晚年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关爱? 其实,尊老爱幼是有条件的,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晚年的幸福安康。 俗话说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 有些老人晚年生活不顺,和自己的行为与选择,也有很大关系。 要明白,人生中的凄凉和苦难,有时候是自己酿成的结果。 今天我们就来剖析那些晚年不得儿女孝顺的父母,身上可能存在的四个特征,看看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。 二,尊老爱幼的条件与现实。 首先,我们先来聊一聊尊老爱幼这件事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尊敬老人,孝顺父母,孔子在论语中就多次提到孝道。 他曾说,父母之年,不可不知也,一则以喜,一则以聚。 意思是,子女应实施记挂着父母的年龄,一方面为父母的长寿而喜悦,另一方面为他们逐渐年埋而担忧。 然而,在提倡孝顺父母的同时,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前提,那就是老人自身的行为,是否值得被尊重。 俗话说得好,家和万事兴,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为人慈善,宽厚待人,往往子女会敬爱有加,愿意回报。 但如果父母常年苛刻自私,行为不端,子女在长大成人后,内心的感情很可能会逐渐淡漠。 在古代文化中,尊老爱有虽然被提倡,但他从来不是无条件的。 礼记里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,讲的是,孝顺不是盲目地顺从,而是理性地相互尊重。 也就是说,孝顺不只是儿女对父母的单方面付出,父母也要以德行取悦子女,才能获得真正的孝道。 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,那些晚年不被儿女孝顺的父母身上可能存在的一些特征。 接下来,我们就逐一分析,三,四个不被孝顺的特征。 一,独断专行,只手遮天。 第一个特征,独断专行,控制欲极强。 有一些老人,年轻时就是家里的竹心骨,习惯了掌控一切,等到老了, 他们依然试图通过自己的意志影响整个家庭,要求儿女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生活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家庭。 父母在家里只手遮天,子女从小就被要求适时顺从父母的意愿。 为什么这种行为最终会导致亲子关系的破裂呢? 这是因为人性生来向往自由,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由。 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提倡逍遥游,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在家庭里,子女希望能够有自主的选择,而不是被一味地强迫遵从父母的安排。 有一句话叫做刚则一辙,意思是,如果一个人过于固执和强硬,往往容易在现实中碰壁。 那些控制欲强的父母,在家庭里往往采取独断专行的方式。 这样的父母,年轻时或许因为危言,能够暂时控制局面,但随着子女长大成人,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生活能力。 往往会选择逃离这种压抑的环境,导致亲子关系的逐渐疏远。 曾国藩有一句话说得好,天下是有万千,不可一成不变。 意思是说,世事变化无常,任何事情都需要随机应变,不能一味地坚持自己的固有想法。 作为父母,如果在晚年依旧无法放下控制欲,常常干涉子女的生活,那么这种亲子关系就难以维持和谐。 那么,独断专行的父母在家庭中有哪些表现呢? 他们可能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对孩子的学业、生活、婚姻等各方面进行严格控制。 甚至在孩子成年后,依然对其职业选择,家庭生活指手画脚。 这种长期压迫性的关系,容易让子女产生逆反心理。 人性本能追求自由,当家庭成了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环境,孩子成年后自然会逃离。 因此,当父母在家庭中表现得过于强势时,他们与子女的关系会逐渐疏远。 儿女在成年后,不愿意回家看望父母,也不愿意和他们沟通,久而久之,亲情淡漠。 这样的结果对于晚年的父母来说,无疑是非常痛苦的。 二、以老卖老,瞒不讲理。 第二个特征,以老卖老,瞒不讲理。 在生活中,我们常常听到以老卖老这个词,意思是一些老人倚张自己年长,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,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这种行为往往表现为情绪管理的缺失。 其实,很多老人并不是故意要和儿女作对,他们之所以会变得以老卖老,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,情绪管理的能力逐渐下降。 这里不得不提到情绪管理的重要性。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,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七七。 意思是说,君子心胸宽广,内心平和,而小人则常常因为情绪不稳而愁苦。 这句古讯,同样是用于今天的父母。 如果父母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,动不动就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大发雷霆,甚至通过制作焦虑和不安来获得子女的关注。 那么这种做法只会让子女感到疲惫和厌倦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,尤其是现代社会中,年轻人面临的工作、生活、社交压力非常大。 如果早回到家中,还要面对父母无理取闹的情绪爆发,久而久之,子女只会选择逃避和疏远。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故事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。 比如,三国时期的刘备,她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,但她从来不抱怨生活, 也不把个人的情绪发泄到身边的人身上,反而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耐心,赢得了众多将士的拥戴。 刘备的成功,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军事才能,更在于她作为灵袖,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保持理性和冷静。 相反,如果父母经常情绪失控,对儿女的生活指手画脚,甚至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来要求儿女孝顺, 那么这样的父母只会让子女感到厌烦和无奈。 我们需要明白,孝顺并不是通过情绪勒索来获得的,而是通过理解和沟通来建立的。 三,自私自利,苛待子女。 第三个特征,自私自利,苛待子女。 我们常常听到,鸭有反哺之意,羊之贵乳之恩,这句话。 意思是,乌鸦懂得反哺母亲,高羊懂得贵乳回报母亲,动物尚且懂得感恩,作为人类,我们当然更应该懂得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 然而,现实生活中,很多儿女之所以不愿意回报父母,是因为她们的父母在年轻时表现得过于自私,只顾自己,不愿为儿女付出。 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曾说过,人者爱人,知者利人,意思是,仁爱之人懂得关心他人,智慧之人懂得利益他人。 为人父母,不仅仅是给了子女生命,更重要的是,要在生活中给予他们关爱和教育。 然而,有些父母一生只顾自己,不愿意为子女付出,甚至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选择袖手旁观。 比如,有的父母在年轻时,一心颇在自己的事业或兴趣上,对子女缺乏照顾和关心,甚至在经济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。 等到晚年,他们却希望子女无条件地回报自己,照顾自己,这样的期待显然是失衡的。 孔子的另一句话,也很值得我们思考, 如果我们在年轻时苛待子女,不给他们应有的关爱和支持,那么又怎么能期望在自己年老时,儿女会心甘情愿地孝顺呢? 父母的责任是无私地付出,而不是一味地索取。 那些在年轻时只顾自己利益的父母,晚年往往得不到儿女的真心孝顺。 四,崇尚自由,不负责任。 第四个特征,崇尚自由,不负责任。 我们常常听到有些父母说,我这一生辛辛苦苦,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。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,作为个体,父母有追求自由的权利。 然而,作为父母,他们有责任在子女未成年的时候,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关爱和支持。 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一个母亲信奉某种宗教,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寺庙,不留一分钱给自己的孩子。 甚至在孩子求学期间,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,完全放任孩子自生自灭。 等到他晚年时,寺庙不负责养老,他又厚着脸皮去找自己的孩子,要求照顾自己。 然而,那个被抛弃多年的孩子早已心灰意冷,根本无力也无心在照顾母亲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引入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。 佛教讲求因果,众善因得善果,众恶因得恶果。 那些年轻时不负责任,只顾追求自由的父母,最终在晚年遭遇了现实的报应。 如果父母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,那么晚年得到的必然不是子女的感恩和回报。 孟子有一句话,说得非常精辟。 人有不为也,而后可以有为。 意思是说,一个人如果在该做的事情上偷懒,那么就不要指望将来会有好的结果。 为人父母,如果在年轻时对子女的生活和成长漠不关心,只顾追求自己的生活自由,等到晚年再来要求儿女尽效,实在是难以令人接受。 好了,今天我们讨论了晚年不得儿女孝顺的四个特征。 独断专行,以老卖老,自私自利,崇尚自由不负责任。 通过这些分析,我们可以看到,亲子关系的好坏,往往取决于父母在年轻时的行为和选择。 孔子说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秧。 意思是,一个家庭如果经常行善积得,未来必定会有好的回报,反之则会面临不幸的结果。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,作为父母,我们不仅仅要在物质上满足子女的需求,更要在精神上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。 只有通过无私的付出,才能在晚年得到儿女的真心孝顺。 希望今天的讨论,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,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亲情地维护,以慈善心待人,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子女。 正如《易经》中所说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美满,父母儿女之间都能互敬互爱。